欢迎回到超级联赛 刚刚的第一个对战组合 是纳豆对上曼巴 最后是纳豆以2比0赢得了胜利 接下来我们看到在画面上 是两位重足选手 在右边的这一位 是今天吃了非常豪华主菜的 华语Spider Rex 雷浩纯选手 另外我们看到画面左半边的这一位 哇塞 肤色非常的有黑健康 一直被误认成菲律宾人 但实际上是道道地地 台湾人的刘彦诚选手 来自闪电狼的十年 我已经戴了这个就要我想到 我们等一下再聊 刚刚跟四夜都在那边聊天 是 好 在这里我们看到第一张地图 是奥特星要赛 首先看到红色红色的虫族 对 我们现在摸上看到 十一点同方向 这华语Spider Rex 最近吃胖胖 开心吃胖胖 对 他最近又胖 我刚才说你是不是又胖 结果他真的又胖 看起来有越来越远的趋势 没错 感觉实力应该是提升一个档次 一定有的 还没有拿下胜利 要加油 再来到这边线东方向 这是我们有一伞见狼的SLED 蓝色后蓝色的虫族选手 那老师刚刚有提到说 您在外面跟这个四夜教练聊了什么 对 我在讲 我们刚刚在那边聊天 然后聊到… 刚刚在那边还有另外一位知名的 我们的外国冰哥 是 外国玩家 大家应该有点熟 有时候他会转播一些赛事 对 我们在那边聊 他就聊到说,聊到什么东西 他聊到一个软体 什么…Tinder还是什么的 有一个聊天软体 我有点忘记他的名字了 是 对 那个聊天软体上面都是外国人 然后四夜就说… 有个四夜就跟冰哥说 你可以装那个 就可以认识一些朋友 对… 不要讲太白了 然后… 了解 对 因为冰哥外国人 然后他就说SLED又有装 对 他说SLED都没人理他 他就说因为SLED不是外国人 就是他不是外国人 然后我就纠正他 我说他是 所以其实他们两个 都想要玩Fu-Fu-Chu 然后我就说… 没有,我就跟他讲说 我就跟四夜说 不是,他确实是可以假装外国人 只是… 只是并不是白人 是吧 有色人种可能会比较吃亏一点 对,他会来自西亚 是我们的菲律宾从网 对,我们刚刚在那边聊天的时候 聊到这一块 然后你刚刚讲到那个 我直接就想到,对… 是的,没有错 好,在这里我们先看一下 两边的开局 两边都是选择裸霜 裸霜之后接的是瓦斯萃茄 好,对,两边都下了瓦斯场 裸霜之后放在瓦斯 再放孵化池 是 好,那这边… 那是一个镜面开局 镜像开局 两边前起的走向是一样的 对 不过讲到这个菲律宾从亡 之前就是我个人亲身遇到 一个诈骗的事件嘛,在这边要 在这呼吁大家,千万不要受骗上当 那这一个诈骗的骗子呢,就跟人家说 我跟你讲,我们星海里面真的有一个外籍选手 我们是菲律宾人,所以这个骗子其实平常是有在收听跟观看我们的比赛 只是他一直都搞不清楚我们是在开玩笑 对,他真的以为我们有一个菲律宾人 所以我有时候在讲多,我真的也害怕 就是有人,就是Slam出去,他说你是那个选手 这样子,然后… 你的国语讲得好好喔 对,你现在会讲国语这样子 对 我觉得你Slam应该要回他说 对,因为我在台湾住很久 对 所以其实… 十年很幽默 他是冷面笑讲跟包子一样 对,他是冷面笑,没错 所以其实有时候讲有点担心,真的被误认 好,在这里看到两边都在提升狗速了 好 不过老师,在这个ZVZ里面,是不是其实在我们 知道最近有一个改动,就是大龙 我们的寄生王虫这边是已经没有办法 再用飞蟒去把它拉过来了 因为新增了一个狂暴的技能 但是其实在这个改动之前 ZVZ之间,要使出泉水沟的几率 本来就不是那么高 本来就不高啦 那其实我觉得他只是为了避免有些选手恶意的 破坏人家游戏体验 比如说像发虫吗 对,或破坏人家的转播体验 我很开心要来播出比赛 你这样打一场打三个小时 自己也受得了 不过雷雷在改动之前 真的有在天津上遇到一个重鼓 两个人打了三个小时,难分难胜 其实真的是有办法 我有时候打,我都很讨厌遇到那种 那老师,你会认输直接打GG吗 我有遇到,就是直接就… 后来我都有认输 就是全部A上去,输了我的跳手 是 因为有时候赶时间 我都想说还剩45分钟要出门 应该可以打一场吧 对,结果自主人都打不完 你长气到不行 所以就赶快打GG了 不愧是好快哥 没办法,有时候人要守时 是… 这是一个基本的概念 好,我们来看 不愧是好快老师 对,那这边两边是一个内双之后 这边在抱狗 直接冲出来 大量蜜花蟲过来而… 不过这边的防守做得蛮到位的 看到妈妈堵住门口了 对,妈妈堵住门口 卡…卡住 卡住啊 卡住… 吃糯了都干嘛 就是要卡住 有…卡住了 不然吃饭不好吃,为什么呢 对,你给他真的在那边弄 对,我… 所以… 你的后虫就乖乖在那边就好 你一直往下指是干嘛 对,有事吗 可是这其中一只后虫是… 你这狗要站准是来闹我的 不过这个大还不错 没错,可是问题是十年的狗 还是冲进来了 直分REX的二矿 对,公民直接逃走 不怕,炸得还可以 差强人意喔,那这边的话 其实这个我觉得… 我们看到REX这里呢 家里是马上伸出了16条狗 对,赶快来做防守喔 这个真的是… 有点尴尬 高地防守真的做得太不到位了 好,这边呢 还是没有办法把这些小狗消灭殆尽 对,还在被打你 那边的话怎么看戏啊,你 生气了 在那边瞎忙 对,你在那边打忙 自以为很忙 对,你是国君 对吧 老师… 不好意思,不应该乱讲 对吧,不好意思… 珍重道歉… 对… 小弟道歉 没事打什么忙 对…这样就领不到500元的便当钱 对,怪我了 是 不过10年这里 家里如果不变些独豹的话行吗 10年家里立刻做手机 有有独豹 有有,不过10年这个独豹也没操作好 还好… 所以两边都有一些大肆举手的状况 对,两边都有一些失误的状况 不过这个材料比较大一点点 不过现在这边的话 好,10年慢慢地成功地 把自己的优势拱手让出去了 真是峰迴入传 真的 不亏是自己一眼笑 对… 这种… 这个很奇妙的就是 明明就是一个斜坡 上面你的优化蟲 虽然跟对方差不了几支 你还有两支独豹 你被对方冲上来 还把对方狗死光 还被打掉一支后蟲 10年这个失误 是感觉… 因为近期他就很少翻到 这种低级失误了 真的有点可惜 应该是初心的失误不到低级啦 对… 也是… 好… 好… 他差点又要爆炸 是的,不过我们看到10年10年的家里 这边是已经放下这个螺旋塔 完成进度已经过5成了 对,不过这个实际力 劣势是非常非常大的 因为这边斯雷看一下三方 工兵数量差15次 我们来看一下独豹的操作了 有 插身而过 雙方插身而过 在前面的方向… 这里在你脸上变了 全部炸烂 是 斯雷恼羞成怒 后面变超多 一气之下全变了 不过在这边我们看到 在科技上面的差距 是越来越大了 稍微散一下 这边,我散开 我散开,怎么会一直有东西爆炸 这个多…你的毒豹 不是数量多 这个… 双方是怎样 这场是怎样玩保龄球的 就是展现男人的豪竞 一直就… 菲律宾人的豪爽 一直就乱炸 真的,两边很豪迈 对 我这个毒豹炸你两只异化虫很开心 你怎么这么好 我送你六只异化虫去撞你一只毒豹 两边互相换来换去之后呢 不过10年家里这边 这边是已经在生产飞唐了 这边是有五只飞唐在生产当中 Ref4羽是先放下了 两边都已经放下了第三个主宝开矿了 对,没有问题 不过这边还OK的是 实在内容还是优势比较大 虽然刚刚三矿好像被逼退重盖 但是… 现在这边飞唐已经出来会拥有一个 不错的一个制空拳 而GX那边二本还没有提 所以他只能用立化虫拖延时间了 是,那我们看到他在家里 马上放了两个进化器 但重点是有没有猫子爬行虫呢 老师已经激动到必须要自己消音了 对,感觉他一直在… 吓死我了,吓死我了 结果后面还是送了五只液化虫过去 这个操作真的很轻湛 一直用少量的液化虫 突然变多又变少… 然后最后再五只冲上去 完全是…要导致赛品心脏命发 是 有,这个主堡走过去 不过非常在点… 非常在点 我们看到雷雷虽然说三框是完成了 但是应该是会被打掉 对,要被打掉 非常这个出来,其实应该是… 现在这波顶上去 我都不知道他要拿什么东西来守 好,要直接被打爆了 要直接被打… 打了GG 直接打出了GG 所以在第一回合是由十年这边 获得了胜利 让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 请记得回来 欢迎回到超级联赛 马上要进行的是 今天星海的第二个对战组合的 第二回合对战了 那我们刚刚在第一回合 是由十年这边取得了胜利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适中研究站 对,我们来到五点钟方向 现在能看到这有一闪掉的 十年一样是蓝色 对,蓝色的虫组 接下来… 来到十一点钟方向 现在能看到这华尔斯巴的Rex 是红色的虫组 不过上一回合真的 两边一番狂轰烂炸 对,互有一些劣势 但是还好 因为初期Rex的劣势真的太大了 对,爆了…就是开局 就损伤太多东西了 然后导致后来 牺牲科技只要反了一波 结果又没有A下来的情况之下 飞向出来就直接被带走了 那这一回合 希望Rex好好表现看 双方两边都放了蝗虫 也是一个正常开 那刚刚在上一场 我们看到这些操作独豹 跟小狗的部分 似乎两边都有很大的食物 对,两边其实都有一些很明显的食物 尤其是Slan在近期 我已经很少看到这些低级食物 所以是不能… 有初心的食物 初心的食物 今天可能是太累了 所以讲话有点… 对,口遮难 对,太过分了 太过于直白 对…应该说… 对,不是那么高级的操作 对,操作最近总是不高级 感觉怪怪的 对,所以有点可惜 但我强烈怀疑有很多观众 喜欢看老师这种直白式的解说 对,直白式 所以就是… 这个操作很不高级 但很累 对,这样 好 好,两边我们看到这一次 就没有裸霜了 这一次是仙狗池 对,都放下副画池 然后去开二块 两边现在都是一个慢狗开 好,希望这位两边稍微静下心 好好地发挥他们应有的实力 加油 对,那这样的话 现在两边发主堡 就有没有要挖挖挖 是呢?目前没有 没有,我们看到两边 是狗池快完成了 那第二个主堡也在开当中 蝗蝗蝗飞靠近 也看到你拆矿了 我来看一下 看到,先下瓦斯的是Selene 那Rex会不会直接打5R开呢 感觉Rex只要打5R开 目前没有下瓦斯场 应该是5R开局 那这…Selene直接… 我们要打人口 对 其实通常会看到选手做这种事情 表示他刚刚忘记该蝗蝗 又是一个不高级的影韵 可能是一个善计过的影韵 对… 对… 一种另类的数学理解方式 是… 对 我刚刚在看蝗蝗的时候 我想Rex已经补下了蝗蝗 是 所以稍微留意一下 但这种东西可能不是太过于细节 不一定会讲得出来 我想为什么10年都不钙蝗蝗 然后我就靠他在罩斯场 原来是这样 就偷一下吧 对… 偶尔来点不一样 也增添生活的情趣 也是 做一些不一样的事情 然后那只工兵觉得自己很有用 对… 可以变成… 市场在炸掉 人生突然间有了目的性 不然总是在那边挖钱很空虚 跟旁边的人都做一样的事情 是… 感觉好像生来就是努力 这样可以变成建筑物 突然间觉得… 人生是… 自己价值倍增 对… 真的价值倍增 人生多彩多姿 对… 这也不是鲁蛇一条 对,整个就自信起来了 是 回来之后挖礦,身上都发光 他旁边说我是… 看到没有,我刚刚去盖… 我是人生胜利组 我刚刚去盖瓦斯场 对 好,这边我们看到盖下的地刺 这边的是雷雷拉斯 对,确定它是一个乌亚开 所以他先放一个地刺 等一下稍微做个建筑学做防守 那斯兰这边的话 偶尤已经在生二本了 非常非常早 很快速 直接攀自己的科技 那我们来看一下 在狗树这边是即将就要完成了 可能等一下就要发动一波的进攻 对 而在雷雷这里呢 因为一开始是五瓦开局 现在是连下了三个瓦斯场 对,那现在… 斯兰这边应该有感觉到 对方是五瓦开了 所以… 现在看它怎么打 现在这边的话 我们要开三框 它不是选择… 我们一般来讲 遇到对方五瓦开的蟲族 有两个选择 是 第一个是树攀二本 对,然后… 其实这是比较少见的 究竟树攀二本… 它是会开框比较多 对,开三框是比较多的 那这边的话 斯兰是选择了树攀二本 有可能是因为它开局 王虫没有飞进去看 所以可能没有留意到 对方是一个五瓦开 雷雷这边到底是在想什么呢 我们看到它还是没有开框 而且它刚刚是放下了这个蟑螂繁殖场 那放在我们这个二框的门口 等一下要做个天然的屏障 但是不要忘记 瓦斯场的后面 对,就是现在后虫站的位置 还有一个洞 对,这个后虫是一敷当关 直接卡住很胖 那这边放下螺旋塔 又要再使出飞躺了 那这边的话 书版二本就一定会是走飞躺 那这边的话 其实出了飞躺之后 要不要抓准对方五瓦开这个优势 现在就把自己的三框放下 大家不要忘了家里面要小心 等下蟑螂一波顶到脸上 压力是有点大的 好的,我们看到现在 蕾蕾的二本是升级到一半 那蟑螂繁殖场是已经完成了 率先升级的是蟑螂的一宫 好,这边的话 今天蟑螂从前来瞄一下 我瞄... 有瞄到关键建筑物吗 对,它应该看到这边二本 二本正在提 它就OK了 就看到了在提二本 就知道你想干嘛 所以它也在自己的门口 放了地刺了 对,关键在于你看到这边提二本 其实就不会是一波啦 不会是一波 家里面压力就小 放下三框 抱一点狗 那你可能地刺也不用多补 如果你这招飞 因为看到对方二本没有再提 麻烦二话不说 直接放下五根地刺 直接放五根地刺 想都不用想就是五根地刺 守住这波优势就大了 对,所以有时候 这种侦察很到位 有时候我也讲说 选手二本都好了 你不拍一支鲑螂从去侦察 很可惜 因为就只是五十块的瓦斯 你也不用去担心什么 我是不是升了二本 就是看到之后会以为 会让对方知道自己要走飞躺 其实不用想那么多 因为你一波被捅穿比较会结束 好,那我们看到 刚刚这十年的狗 是把雷雷他们家门口 这些虫胎流给咬掉了 对,没错 让他的虫胎铺射 进度会延缓 对,没错 不要让对方的虫胎铺过来 是飞躺打双喷最重要的一个关键 让对方的虫胎 没有办法铺到三框 没有办法铺到自己脸上 你自己三框防守容易 而且很容易就可以压制对方的三框 让对方三框永远 一辈子都开不起来 这也是今天SAN在打小玄的时候 展现出的一个 就是高超的一个算是战术 对 压制对手的一个虫胎流 那很可惜的是 SAN在这个WCS AMG的比赛 很不幸地落败了 对,这有点可惜啊 不过... 没有关系 我觉得可能也是太累的缘故 因为是早上六点的比赛 对,而且其实SAN已经算是 参法他179 应该让他稍微休息一下 看状况再调整一下 好的,我们看到的这边 蕾蕾是选择了一个遁地的科技 那蟑螂的提速也即将要完成了 攻防的部分 有继续地往上再攀升 继续升级的是蟑螂的二宫 那我们在这边看到10年 10年的工兵数量 是领先了蕾蕾有14之多 对,那现在这边的话 映画城市再看一下 现在10年这边是有优势 没错,大家当双喷部队成型 如果对方转了肝蟑蟲或刺蛇 顶出来的时候 对于食人来讲压力很大 但是蟑螂到底没有刺蛇受气 对,他都没有,他什么都没有 对,他没有 对,怎么办 说没有就没有 但是我也不太知道 为什么他… 他可能是比较专注一下 把自己的山框开出来 但目前的科技是没有攀的 其实科技要想办法攀一下 看到蟑螂去追,感觉有点好笑 应该要赶快回来 对,应该山框被骚扰 这个… 这个地址盖得太外面了 就没有办法守护自己金框那边的工蟲 对,我觉得这边 在整体上来讲 整个大气观真的是有点问题 对,真的… 怪怪的 对,真的是整个大气观的分兵 包含钦鸦和娃娃斯 这些东西 现在的科技还没有起来 竟然非常直接顶到脸上 你刚刚的后虫全部已经死光了 直接这个灯躺入室进来 拆建筑的情况之下 你完全… 所以整个就是… 还有一个妈妈… 正面不会顶到对方脸上的时候 对方已经在出蟑螂了 这一波过去很可能是 赚不到任何的优势 然后你就要回家了 我看这边… 竟然没有… 这边没有兵派来 你敢信 离对方家最近的一个矿区 你没有兵派台 老师,他有,只是盖得很晚 对… 这就是没有 来…容我… 容我跟您说明 对,容我跟您报告 对,这就是没有 生气,对 这就是没有 对,我们看家里面又被打 有…这个主况有 因为一连串不太高级的失误 对,不太… 略显…不高级 对 好,那这边我们看刚刚的铁顶 好,这边来个双线 好,还是想得到 赶快来做一个双线骚扰 家里面已经爆炸了 你再不前线骚扰一点东西 你可能… 人生致辞 但人生致辞 可能已经是陷入黑白了 虽然说在这边双线骚扰 是杀了不少的工兵 但是我们看到整体的人口 10年呢,这边还是领先了 70之多 对啊,这个当然现在怎么回事 怎么会有这么多的蟑螂呢 是 这样子,对 那我们看到这边呢 再一次来到10年呢 三矿这边进行骚扰 但是不要忘记 10年家里的蟑螂 可是比蕾蕾还要多 因为说好不出蟑螂 这边盾地… 那我自己出这么多 对,我已经盾地了 看不到我 盾地还可以回血 对,不准变尖草蟑蟲 好,那这里家里面 我们看到10年 好,这里所有部队时光比赛 应该就结束了 是,我们看到现在人口差距 已经来到了130之多 对,我们看到人口已经差 又回到17时代了 人口44 是,我们看到又有一个包子爬行虫 匆匆赶到现场 但这里来不及扎根 有,包子爬行虫 有,有抓根 终于赞助了各位观众 神一般的包子爬行虫 但是他救不到这个主堡 因为我们看到 非常之飞到了 包子爬行虫打不到的范围 在这边 成功地拆除掉 雷雷的二矿主堡 对,要直接捅穿了 正面当然过来 打了一个大量的 恭喜10年 恭喜10年是以2比0 赢得今天的比赛 让我们先休息一下 欢迎回到超级连赛 接下来要进行的是明日的预告了 明天在跑跑的部分 一样是进行A子的个人赛 而在SF的部分 我们看到橘子熊 要对上华埃Spider 最后星海的部分 我们看到AK要对上Hass Sin要对上Daisy 明天晚上的比赛 可以说是精彩可奇 看错,我个人都相当期待 是,尤其我们看到Sin跟Daisy 目前的战绩都是四胜零败 明天对战组合两边都是一样 两胜两败… 四胜零败… 四胜零败的对决 是,那对于Daisy跟Sin来讲 就是争夺小组第一 对,没错 是,所以欢迎大家明天晚上 记得要准时收看 我们的超级连赛 在这里要先谢谢好坏哥 我们带来精彩的讲解 谢谢李珍 谢谢,那让我们也谢谢大家的收看 那马上…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快迎接你的早明 最新的迷惘一趟 让你炙热的 这次走到里面 我们下一个小巳